蠻多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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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心為您把關 SUM旅程保證 我承諾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大居的弟弟 叫小居 GLK GLK 他這個是2009年 2.2才有的 為大家介紹一下 整台全部就是原版件 帶大家看一下內裝跟外貫 我們這台車呢 GLK最經典的地方呢 它就是有鈴有角 比較像Gcar的一些元素 它大概用了Gcar 40-50%的元素 在這台車子上面 而且這台車呢 又是柴油 在扭力方面呢 在市區 它的油耗 跟所有的保養起來 其實都還蠻便宜的 現在這種正入手這個車 其實CP值還蠻高的 我們GLK最棒的就是 它整排的這個GLK220CDI 號稱是賓士 有史以來最多 是在後面的整排 應該是說有史以來 GLK算是最多的一個製品 來 我們看一下後面 電動尾門 打開 在2009年呢 那時候已經有電動尾門這個元素了 基本上呢 還有它裡面的 後車廂的公升數呢 是一個很棒的置物空間 不管是放什麼 其實高爾夫球桿啊 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放下很多東西 好厲害喔 來跟大家講一下齁 這賓士的它的一個缺點 就是內裝環保材質 來 大家鏡頭看到這邊 按鍵的環保材質 有沒有看到 久了 年久都會的環保材質 都會脫 脫漆 這是固定的 那像這邊呢 就還沒用 像這裡呢 就是環保材質這個部分 跟大家解釋一下 再來這個年份呢 已經沒有環保電線了 所以大家在使用上 可以很放心 這番環保材質的地方呢 我們只需要請內裝 再做 噴內裝的 再花一點小錢 它可以就避免掉 下一次的環保材質的 脫漆 這個樣子 凍瓜 好 這台車是2009年的 我們現在做一個結尾 剛剛介紹的它的環保內裝這些 我們會把它全部整理到一些完畢 包含它的消耗品 我們會把它整理到完畢 我們就開一個本路多二架 38萬8 那我們來入手這一台 謝謝 實在就是SUM